美国的纽约时报跟美国公共电视台自2016年开始共同进行一个联合调查 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些重大的民生事件 这跟很多人是息息相关的 你一定很相信维他命 而且相信维他命可以拯救你 但是根据纽约时报和PBS所进行的长达7年到8年的追踪 包括急诊的人数 包括这里头的成药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他们特别提出了对于维他命是否应该被使用 而且哪些药厂是否会有好的维他命 他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 请看一下的专题报道 你我日常生活到底该不该摄取保健食品 纽约时报自2016年便与PBS进行了一项联合调查 针对维他命和膳食补充剂提出了食用安全上的警告 根据官员说法 在美上市的保健营养品都无需经过测试 商家也没有义务提供产品有效甚至是安全的证明 只需要说他们有遵循良好的制造规范 换言之监管机关根本不知道全美到底有多少家制造商 因为美国就连正式的申请注册系统都复之缺如 只能就他们所知的厂商进行抽检 Vinnie Grosso was an early Purity First customer the vitamins became part of his daily quest for better health I felt fine and of course you know I'm running every day I'm feeling great up until the October, November, December timeframe of 2012 where I had some very unusual symptoms It started with unexplained back pain that soon became debilitating He then started hearing from other Purity First customers with troubling symptoms of their own 在消息传出之前 谁也不知道这款维他命竟然是来自1980年代 一个毫无医药专业训练 仅靠图书馆资料自学者的配方 它是自行买原料胶囊在制作瓶罐 先透过网络贩售 逐渐拓展到地区设点 随着商业规模日益扩大 负责代工的厂商是先被FDA查到违反生产规范 FDA才在一届协助调查下 判定这款名为Purity First B50的健康食品 含有潜在危害的合成代谢类固醇 但花了六个月才让它消失在市场 这起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以2022年一份调查报告为例 75%美国人定期服用 诸如维他命等保健食药品 粗估2023年该领域的营收早已突破4000亿美元 但全美每年却有23000起急诊病例和2000起住院治疗个案和营养保健品有关 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甚至透过长期追踪调查指出 2004到2013年 美国每年都有2154人次与营养保健品或膳食补充剂有关而急诊住院的情况 但最早采取行动的不是监管机关 而是受不了大批患者涌入的医疗机构 他们率先要求医院药局对这些保健品进行安全性的出街检测 包括标示剂量是否合规 并要求厂商提供成分分析证明 结果九成业者都置之不理 少数愿意回复的10%标签与内容物也不相符 这让他们对这个产业更加忧心 例如 这些是一个添加的花质量 我们是用小质量的花质量 所以我们用小质量的花质量 在免质量免质量 它说它应该要有400亿免质量 产品一毫米的桂核 但是这些报导我们 它的结果是 是213%的价格 讽刺的是 最终仅有35项产品符合医院标准 意味着美国民众在市场购买的保健品 根本没办法保证安全性 问题出在哪里 很多人直觉想到华府政坛 事实是保健品厂商在国会 确实是一股强大的游说力量 而FDA负责管理保健品的部门 仅仅只有25人 根据纽什与PBS的联合调查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 FDA尝试对保健品实施较严格的监管 特别是要求健康证明 必须要有科学证据支持 但这个产业早已陷入疯狂 就算内容物没问题 服用剂量过高 仍会引发疾病 混合服用也会产生副作用 保健品的隐患 正让全球公卫监管机关陷入窘境 该如何管理 才能确保民众安全 又不限制产业发展 将会是这个资讯爆炸时代的 最大难题